渣打银行高端客户的结单出现在 路网黑客的电脑里 网络保安专家认为 这些资料可能是遭人远程入侵电脑系统后外泄的 记者学书会报道 渣打银行600多名高端客户的银行结单外泄 网络保安专家认为 目前警方找到的是2月份的银行结单 但除非遭非法入侵的伺服器仅存有这份资料 否则其他月份的银行结单也有外泄的风险 有可能是如果它伺服器是连到网络网络的话 或许是由远端的骇客偷取了这些资料 银行肯定需要在外线新市去增强他们对这些外包商 机密资料的一些保护的要求 银行本身就本来应该保护他们自己的资料 所以最少要做到跟银行差不多一样好吧